肾积水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 徐玉祥,西电集团医院肾病科,主任医师 肾积水,这就是肾脏产生的牛影,受到耕阻,没有办法排除体外 对于肾积水常见原因主要还是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,感染,由于肾鱼和树尿管一新处,比较瞎着 发生感染以后容易产生堵塞,导致积水 另外一部分是结实,对于比较大的结实 往下拍的过程当中,卡在肾鱼和树尿管之间不能够排除 这种情况,肾脏产生的牛影不能够排向体外,最终导致积水 当然,还有几部分属于肿瘤,相应的来说比例能够低一些 肿瘤压迫的时候会导致牛影拍的时候受到障碍 在这过程当中也会发生积水 另外,还有一部分是先天性的树尿管狭窄 特别是在树尿管和肾鱼一新的位置发生狭窄 也会导致尿流排除受到障碍,不能够很好的排除,引致积水 专家提示 一,首先是感染,由于肾鱼和树尿管一行处,比较狭窄 发生感染以后容易产生堵塞,导致积水 二,另外是结实,比较大的结实,往下排的过程当中 它在肾鱼和树尿管之间不能够排出,这种情况肾脏产生的尿液不能够排向体外,最终导致积水 三,有一部分属于肿瘤 相应的来说比例能够低一些 肿瘤压迫的时候会导致排尿受到障碍 在这过程当中,也会发生积水 四,还有一部分是先天性的输尿管狭窄 特别是在输尿管和肾鱼一行的位置发生狭窄 导致尿流排出受到障碍,不能够很好的排出而引起积水